嗨 大家好 我是Jason 我們現在人在泰國的曼谷旅遊 那我們現在剛好人是在這個華人區的這邊 那我們就來看看泰國的華人區這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們會先經過一個很大很大的寺廟 那這個寺廟呢是在1872年就已經有了這個很大的寺廟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看看這個寺廟裡面有沒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祈求或是祈禱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們拜拜的一些特殊的方式這樣子 對 然後饅頭在這裡 嗨 好 那我們要出發囉 走走 因為聽說泰國這邊大概有10%的華人 泰國這邊的華人他們比較不會講中文 對 所以我們也是想說看看說他們這邊的華人是不是真的實際上已經比較不太會講中文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也是會經過幾個店家去吃一些美食啊有的沒的 對 OK 那我們現在就現在馬上去這個寺廟 這裡什麼是招牌拆的 春梅 招牌是酸梅是不是 春梅 春梅 這個 這個好喝喔 OK 一個 這個我們一個菊花 一個菊花 一個菊花一個 一個剛剛你們說的那個超酸沙拉 對 對 這年久了嗎 年久了 年久了 很久了 年久了是什麼 Long time 很久 Long time Long time Long time 很多年 很多年了 好 這裡 對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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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以上 你是華人的 是 是 父母親從中國 父母親從中國 潮州 也是潮州 很多 我一我一 啊 就是 面 就是中國人 啊 臉 在這裡賣40年喔 賣40年 那應該看了這邊很多變化了吧 還是變化很多 很多 很多啊 對 你這個越南語叫做花菇 花菇 花菇 越南 如果有越南朋友來買 謝謝 謝謝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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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菇 花菇 這個 謝謝 謝謝 教 教一下老闆 越南 之後如果 之後如果有 越南朋友來的話 他會知道這個叫什麼 然後你知道嗎 之後越南人來 你覺得自己都還記得嗎 沒有 啊 全部人都買菊花 花菇 啊 全部都買菊花 我覺得他沒有像你們越南那麼甜 口味蠻清爽的喔 對吧 你覺得咧 你一個越南人 你來越南的話 可能是你喝到不好喝的 那來這邊都可能 好 你是因為你碰到一個好喝的 師傅來煮的 對不對 不能這樣說 不好 那你現在說這一杯好不好喝 40年的老經驗 還不錯耶 他這個叫做開山 就是第一次來這邊的那種 然後設立一個廟 然後讓華人有一個拜拜的信仰 能連幸福 就我發現這邊的外面比較少賣東西 賣一些什麼香啊 或是賣一些 對 什麼水果啊 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越南跟台灣就很多 對很多 我就是大物分外面都會有賣 對對對 其實很喜歡這個寺廟給我的寧靜感 很多人來前往但是不吵詐 這邊有比較特殊的捐蜜活動 希望我的小小力量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個時間來剛好碰到潑水節 泰國的新年 我們也跟著泰國人一起來遇佛 這個寺廟我們大概逛的差不多 就是我覺得跟台灣是差不多 但是跟越南是有稍微的很大不一樣 我發現你們的華人的拜拜 跟其他人好像不太一樣 好然後我們現在去 因為它旁邊有個小小的市場 我們去那邊看一下這樣 它是不是寫月文 好像是 好像又不是是不是 對 因為我記得那個主好像是寺廟的意思啊 對啊 主啊主後一開那 對啊 欸對啊 會坎啊 它是就是那個啊 所以它是寫月文啊 但是不能進去啊 進去看看好了 看看影片長怎樣 可以 看看有沒有一些 欸說不定可以講月文 欸真的耶 真的是越南的廟嗎 好酷喔 我們去問那個男生 他的這個廟是不是跟越南有關 感覺他是比較知道這個廟的一些 意思感覺 感覺我感覺 你用海文嗎 我用英文問他啊 還是我們用月文問他 好交給你一下 這是一個廟的廟的廟嗎 是 是 是 所以 有很多廟的廟人來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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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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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嗎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啊 在這個區的花華人 大家常常住在哪裡啊 住在哪裡 大家住 住在這附近 家裡大家住在這裡附近嗎 住在這裡 住在哪裡 住 龍家都有家嘛 一般都是台店那個 住在這附近就對了 對 在這裡附近就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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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蠻 姐姐很可愛 沒有到那麼的鹹 對 然後它的糯米算是比較黏的 對 然後我覺得它的料 它是比一般的傳統肉粽還要再更多 因為它還有什麼香腸啊 蓮子啊 有的沒的都在裡面這樣 對啊 本區的風景配上來往的肚肚車 真的有一種回到七十年代的風味 這條路上都是大的招牌 跟台灣的美學文化其實有點不謀而合 後來又碰到幾個可愛的泰國華人 雖然他們不太會說 但是都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也算是一個很特別的語言交流 我們的華人之語結束啊 因為今天算是假日啊 所以今天比較少一些店家有開 然後我發現就是這邊的 感覺這邊晚上很熱鬧 對 晚上才熱鬧 然後他們的華人我覺得也是 聽得懂中文啊 而且 而且講得還滿好的 嗨 而且講得還滿好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中文也是講得還滿好的 應該大家不常用啦 對 我覺得跟越南一樣就是不常用 對 不常用 但是一用的時候它又會想得起來這樣子 對對對 對 好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到曼谷這邊的華人區 來走走 不錯啊 我們覺得還滿有趣的 其實今天我們有點趕 不然我們才謝謝大家 還在想再多走一下 我們還有看到那個越南的廟 對 越南的廟 好特別喔 沒想到 沒想到 可是還要看來看去幾遍耶 對 而且 你以為不是越南語對不對 對 有點好 為什麼會在這裡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掰掰